2014年新的開始, 先教大家發上Troublemaker, 完成在Now裡面的冬天妝容 冬天的天氣比較乾燥, 可以先用上六匯的保濕傘打好底線, 滋潤皮膚就可以更加容易上妝 讓男生的妝容更薄的方法, 可以先用上CC Cream打好底線, 先沾在手背上, 用中指塗在光影的位置, 把輪廓較黃的膚色變白一度, 輪廓自然看上去就會更加突出 雖然CC Cream本身沒有遮瑕的作用, 但我們只需要用少少粉底去遮蓋其他位置, 均衡膚色, 妝容看上去就會很薄 冬天最好就是用粉底液, 因為水份會比較多, 可以做滋潤皮膚的效果 只需要薄薄一層, 可以遮蓋紅印和黑眼圈的位置, 看上去連毛孔都好像撫平座一樣 當然大家還有暗瘡位置要遮瑕, 教大家一個正確的遮瑕方法 我們可以先用遮瑕掃在暗瘡位置, 掃上一層遮瑕膏 然後拿紙巾擦乾淨的掃, 掃開遮瑕膏的圓邊位置, 慢慢掃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完全遮蓋整個暗瘡 大家也可以用掃, 掃眼角, 鼻底, 或是暗瘡紅印的位置 為了令到今次的妝容更加無瑕, 所以我會用較高遮瑕度的粉餅做定妝 同樣地都可以用碎粉掃, 掃上較多遮瑕的位置 而其他位置都可以全面掃上 要令到輪廓突出, 我今次會用陰影粉 在鼻翅的位置一路掃上去到眉頭 目的是收窄兩邊的鼻翅, 令到鼻樑更加直 而兩邊塞骨的位置, 我就可以在滴水後面的位置一路掃到下巴 現性的妝容裏面, 拳骨下面有兩個很深的陰影位 同樣地我們都可以用陰影粉去掃上 重點在拳骨對落 凹凹凹凹凸的位置, 我們多打幾點 今次會用上啡色的眉粉 現性的眉影, 會由眉頭深、眉尾淺 所以我們先將眉粉畫在眉頭的位置 然後在眉頂和眉底, 分別畫上兩條直線 這樣整條尾就會很整齊 最後我們只需要在眉尾位置補一點顏色 這樣就可以做到漸變效果 眼線方面我就會用上黑色的眼線筆 去畫上我上內眼線、隱形眼線和外眼線各半條 畫的方法可以用手指拉高眼皮之後 由眼角位置一直拉到眼中間 這樣對眼就不會那麼容易斬和漏眼水 而下眼線我就會畫後面的三分一 和眼頭的三分一 只是漏空中間的位置 這盒眼影有三種顏色 我們這次可以利用中間的紅色 用中指由眼尾的位置推到眼的三分一 加完一層之後 第二層的範圍就可以推到眼中間 第三層就可以推前些 去到第四層就直接推到眼頭 記住每次落點的位置都是眼尾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令整個眼影有漸變的效果 同時可以用眼影掃在下眼線對落的位置 包括眼尾的三分一 和眼頭的三分一 之後就可以塗上最深的走紅色 塗在上眼皮最深色的位置 塗多一層 令到對眼有漸變的效果 看上去就更有層次了 可以的話就畫多一次黑色的眼線 對眼自然就非常有效果 在唇邊的位置加多一層粉底液 令到唇邊的顏色色調更淺 這樣就不會因為太深的唇色而搶了整個眼妝 最後當然不少就是定妝噴霧 完成整個妝之後 我們可以噴一層 噴兩層 那妝容就會更加貼服 我本人覺得這個妝 其實襯不納頭 頭很亂 其實都已經很好看了 不過為了上鏡效果的話 我都很快速做回我要的髮型 其實我自己都喜歡做仿妝的 因為形象可以很白變 而且可以試到更多不同的妝容和髮型 那2014年 我想我自己都會主打做一些仿妝的效果 如果假設你也有仿妝想我教你怎樣做的話 去我Facebook 或者留言給我吧 把她也選起來 現在可以一班 一班人 就算寫了 今天在腦子上 忍著 一班人 我們最後一班人 都要不要 谢谢大家